社工註冊局改組 政府刊憲公布行政長官委任12個新成員 許忠誠獲委任為註冊局主席 他本身是律師 擔用過康復諮詢委員會主席等公職 曾經是社工註冊局紀律委員會成員 社聯業務總監陳文怡 獲委任為註冊局的副主席 另外,李家超也委任多10個註冊局新成員 包括陳創禮、陳美蘭、周彥文等 任期即日開始為期三年 立法會日前三讀通過修訂社工註冊條例 成員增加到27人 17人由政府委任 2人是社署代表 其餘8人是選任成員 他們上午在政府總部宣誓